華龍 其實在台灣是一個很大的企業 大概在七十幾年應該是十大民營企業之一 然後非常有名 之前能進入華龍的人 應該都是很親信自己能夠進入華龍 我想如果你們今天再倒過來想 你們一定覺得說你們大概是倒了八輩子沒才進入這家公司 因為大家都領不到退休金 然後老年的棺材本都沒有 這醫生的血汗錢都沒有 然後在公司這麼辛苦的工作 然後現在那個資方也沒人出來面對我們 然後從九十二年開始離開公司的 就沒有再領過半毛錢的退休金 還是因為成立自救會 我們才能領到微博的利息這樣 但是我們要的並不是利息 我們要的是我們的本金 而且我們是被逼簽的那個 要借他錢的 然後所以大家應該都非常懊惱 當初是什麼沒眨眼睛進到這一家公司 大家都有沒有這個感覺啊 進到那個詐騙集團 是不是 對 如果了解 heart 我愛人 你力道不動 不動 那麼是優位的情況 因為到青明 我們現在 你家 雖然太多人 在做公演 所以 要公演再給一手 他要打算 所以 我們在現場 已經告訴大家 我們這回 我們那個人 我們是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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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在今天的 你幫我們 可以 把他 我們可以 把他 賺錢出版主 我們資金會跟賺錢出版主席 這次有一些主委會是推出 我們資金會提出 louder 所以怎麽能怎麼樣 我們到一組為決定 這個主委美國做出 由於中山內選民主委會 那麼沒有制住 我叫中瑞族 72年的進場 然後95年退休 我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因為我小孩子那些都長大了 然後我是覺得說 老闆應該給我們的 就應該要給我們 不管你有錢沒錢 該給的就是還是要給人家 所以大家還是要努力出來 跑回自己的工道 很多員工為了要工廠 為了要生產 他也建議增加人員 他就要強迫我們做12個小時 不然的話就讓你長工長業 造成我們班人很多的子女都變換了 常常相偵半夜都要到分局去領孩子 現在唯一我慶幸是我的孩子沒有變換 因為他還在小的時候 我常常放年吃飯 我很辛苦做到97年要退休的時候 剛好金融好笑 我的廣告一 他的意思是就是要逼我退休 你沒有輪過班 你要去輪 做便宜 他就東掉西掉這樣子 讓人讓你受過了 那時候我的手 我時間根本就舉不起來了 那時候公司就說 那我們公司有優退 你要不要退勒 你優退的話 你的顏值位還在 那因為我在那時候是做技術 你的薪水可以打七成 回來做原來的幹部的位置 我心裡想 而且他還跟我們講 那時候退休 我可以優先你 我想我既然要退我就不回來了 我就然後他要我們簽契約 他說要簽才能保證我們情欲 而且要簽了以後退休程序才完成 他這樣騙我們 說我們的不知造成 今天我們沒有錢好拿 我在92年最後面的時候 真的我在那個排車上掉下來的時候 我真的我那時候真的 我非常非常的傷心 為什麼老闆今天做的這樣子 地壞掉了都沒有跟他鋪好 因為我們接濕的時候 就是要用台車去接濕 才可以接得到他的視頻 因為他的視頻 他的台車是很高的 我們一個人拿不上了 又接聽才上一台車 因為 因為 因為呢 我在那邊做到93年的時候 12月 因為公司呢 都是沒有給我們 年過完的時候 就是要叫我們要強制加班 不加班就不行 到後面來就是放無薪假 是不是老闆真的真的非常的可惡 我們也有求助苗栗憲政府 勞資局 結果我們去求助他的時候 我們成立一年多 我們成立的時候去找苗栗憲政府 還有勞委會 一直盯我們 盯領我們 我們不能找勞動黨 不能找民進黨 你們這一些二百五的 就非常之慣 就聽他們的 一年後 我又去找 陳俊敬處長 他告訴我說 你們為什麼要去找那些年輕朋友呢 我當場 淚無以下 我說 你們成立的時候 是多麼的無緣無助 聽你們的 今天苗栗的同學 已經注意了我們一年多 我們都沒有成就 所以 他來幫忙我們 你說 縣政府會就嗎 要讓我們的子民 看不下去 好的 我們都沒有看到 我將那樣心 天作天氣 還將願無情無依 心不破千幾十年 造成一茶坡 我將能夠這樣重新起願 一起善良孤單 大家發現的權益 放我 越漢獻 我將能夠這樣重新起 我將能夠這樣重新起 我將能夠這樣重新起